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欢迎收看这节新闻 我是郑兴年 马会说会与社会各界共同探讨 加入篮球博彩的可行性 政府说明白博彩活动的规管要与时并进 会基于三个条件 决定是否新增合法博彩活动 以压止非法赌博 根据赌博条例 现时合法的赌博活动 只有受规管的赛马 足球博彩和绿合彩 获发牌的麻醉馆等 不过将来篮球比赛 或者都游得到 有政党趁财政预算案公布在职 提出修例开设篮球博彩 来增加政府的税收 原因是见到篮球比赛受欢迎 而内地和澳门都有篮球博彩 立入规范 亦都可以打击非法外围赌博 始终参与一些规范的赌博 可能你都比较有节制 以及可能都是赌一些实质的金钱 但如果有时非法的赌博外围的时候 可能会越赌越大的时候 甚至会有些督手指的情况的时候 真的会可能输身家 或者可能输得更多 马会说乐建有关的建议 说非法的外围庄家 近年每年在香港获取超过150亿利润 除了足球之外 篮球等的项目也都大受欢迎 认为有需要加入新的博彩项目 将非法外围投注的需求 重新立入合法的渠道 会配合政府和社会各界 共同探讨今次的建议 翻查资料 2022-23年度 马会足球博彩和赛马的投注额 分别有1500几亿和1400亿 六合彩大约75亿 不过有提供界赌服务的机构说 去年接获近400个 沉迷赌博而求助的个案 当中冷城半属于18至30岁的年轻人 比例较疫情之前高 担心加入篮球博彩会开外先来 我们都会看到篮球比赛 比较容易吸引明星人的关注 有些市场的效应 明星的球员等等 所以如果将来是有机会 蓝球博彩在整个城市的气氛 我相信都会好像下一道门 第四道门是什么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担心 越多赌博的活动 让市民去选择 越多机会去进入赌博的世界 参与赌博的日后比例 一定是会提升的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说 政府不鼓励赌博 合法某一些赌博的途径 助于回应市民的需求 一般来说 若果市民对某一类的赌博活动 有庞大的持续需求 而现时只能够透过非法途径去满足 即使加强执法都未能够切实解决问题 而那类的赌博活动又获得社会支持 当局就会探讨是否要将它 立入合法的博彩活动 会和博会保持沟通 据了解一旦立入篮球博彩 需要经行政长官会和行政会议 和立法会通过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今天发表 消息说政府下年度会继续推出零售债券 预料合共七八亿 额度略少于本年度 大部分将会是银债 也会发基建债 政府在今个财政年度 先后发过绿息和银息债券 总额合共七百五十亿 股市楼市疲弱 政府或者公营机构的债券 可以保本又赚息 每次发债都超额认救 上一批银债年息有五厘 比不少银行定期存款更加高息 上一批绿债都有四点七五厘 两种分别超额认救四成和一倍 消息说政府下年度 会再举债 集资七百亿 过半是银债 环顾其他世界各地 应该都是比较低的水平 将会预计再发债 现在暂时有计划发债的体量 其实大概将会贴近九个百分比 当然如果你说去到四十五十 这些就是一个所谓很严重的情况 但我暂时就见不到 香港政府会行到这个阶段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曾经预告 政府债务占本地生产总值比例 会由大约百分之四 升到大约一成 从投资者的角度 这个时候政府发债是好的 因为我们都预期 美国联储局会开始减息 也都等于香港的息口 又会有向下调整的空间 所以现在比一个相对高息的 在债务市场方面 是一定是吸引力的 基建概念债近年也都受到公众欢迎 基管局发债为三跑等筹集资金 合共17万人营救 消息就说财政预算案也都会提出 就大型发展项目发债融资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早上11点到立法会发表 下年度财政预算案 下午3点举行记者会回答提问 晚上7点半还会出席 电视台联合举办的预算案论坛 准一步展示预算案内容 国办主任夏宝龙继续香港考察行程 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又与青年会面与经济学者开会 有学者认为夏宝龙今次行程 着重本港经济发展 是希望拭除商界对香港经济前景的疑虑 来到第六日的行程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早上9点多 在行政长官尼加超的陪同下 抵达西九文化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等到场迎接 新任港澳办副主任农容也有徐行 一行人在参观博物馆之前 先拍大合照 参观期间夏宝龙对不少剪板都注足欣赏 除了参观博物馆之外 也都和40位青年见面 包括共创明天计划的参加者 在场的青年一起唱《狮子山下》 叫我们努力 叫我们多些发展下不同机遇 机会难得 很少有机会见面 调研组逗留大约三个半钟 下午一点之前离开 他下午也和经济学者会面 明天将会结束七日的行程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认为 夏宝龙年日考察 较多着密于本港的经济和金融发展 相信是希望拭除商界对于香港经济前景的疑慮 由于目前在外国甚至本地有些人畅谈香港经济 令到香港部分人对香港经济前景的信心有所动摇 因此夏主任特地来这些机会 就是讲述香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夏宝龙在早前呼吁企业家用实际的行动 支持香港经济发展 为国家建设作更大的贡献 刘兆佳就认为夏宝龙是希望企业家加强在香港投资 引入更多的资金、人才和引进生产业 推动香港经济转型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基本法》第23条立法 为期大约一个月的咨询期今天结束 政府说社会普遍共识是尽快立法 强调会就条文中的关键用语 例如境外势力作详细定义 立法咨询期即将结束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在立法会研究《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小组委员会 首次会议表示 社会普遍共识是希望尽快完成立法工作 当局政整理和分析意见 全速完成立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 《保守国家秘密法》 加强对涉物人员和工作秘密的规管 有议员关注《基本法》23条 会不会引入类似的条文 我们会考虑这个意见 我们觉得如果有些人明知道 这些资料、文件或物品属于国家秘密 仍然都有保障的责任 如果本身是一个公职人员的责任 当局又说会考虑延长涉验危害 国安被捕人士的机留时间不止48小时 有议员认同 不过就关注如何保障被捕人士的合法权益 我们都同意说应该是某一个级别的警务人员 才可以提出申请的 多个议员关注当局可能限制被机留人士 谈判某个律师的权利 限制谈判律师的时候 会不会考虑 比如说一些危害国家安全 是导致到人生伤害 或者妨碍追讨一些犯罪所得 或者妨碍司法公正 就是限制在一些严重的情况 第一就是绝对不会不合理地 剥削了一个被嫌疑人的一个合法权利 所以一定是写得会很仔细 如果见某个律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证明他是可能会通风报信的 可能会摧毁一些证据 或者继续延续一些 影响国家安全的行为 当然一些是很具体的例外情况 他强调整体会对条文的关键 和重要的特别用语 例如国家安全境外势力 和勾结境外势力作详细定义 无线电视机者黎卫尔报道 律师会就基本法23条立法发表意见书 认同要优先处理 但建议当局尤其就先动罪 需具体界定罪行元素 而针对涉取国家机密罪 若果引入公众利益作为辩护理由 可以参考加拿大的例子 香港律师会在咨询期结束前一日 提交意见书 指保障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 以及保障香港居民的人权并非零和游戏 相信两者可以取得合理平衡 律师会建议当局在草乙法例的时候 可以多解释罪行的定义 适用范围等 有助市民了解 例如涉取国家机密罪 涵涵的七类机密 包括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 建议当局多些解释 律师会举例 若果一项商业科技研究最终用于国家航天用途 这个商业机构应该如何处理手上的资料 也希望当局具体界定煽动罪的罪行元素 律师会是同意建议条例下 没有可能列出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的所有情况 但是如果建议条例之下 可以具体地界定和描述这些罪行的元素 以免这些罪行被用作针对一些政治言论 或者其他形式的意见表达 政府正考虑在涉取国家机密罪加入公众利益 作为辩护理由 律师会说可以参考加拿大的做法 首先被告披露信息的目的 是为了揭露其他人 在执行公务时所犯下的罪行 另外他事前需要采取法律要求的一系列步骤 包括向相关的官员和机构报告有关的事宜 而相关部门并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内作出回应 至于政府建议 减省部分23条罪行的诉讼程序 令案件可以尽快审理 律师会要求当局具体列明减省哪些程序 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道 线有食的阵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这节先谈谈财经消息 看看现在美股的表现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报38918点跌150点 表彰普尔500指数报5068点跌1点 转向欧洲股市 英国富士亚白指数升1点 法国Cat指数升23点 特国提士数升133点 政府出支救入新船 为道轮公司换船 头三格下个月起服务尼岛航线 当中新道轮的快船 当中新道轮的新船属于快船 日后亦都容许带宠物上船 三艘新船 其中一艘配比港九小轮 命名为港九一 来往中环至平洲航线 新道轮就有两艘 分别是新明珠2和新明珠8 安排服务长洲和煤窩航线 船身采用较轻身的碳纤维或者铝合金 减少油耗和噪音 船仓设有浴鹰室 轮椅位增加一倍 又有无障碍洗手间 船尾甲板有摆放单车的位置 船员休息室也都较现时宽敞 总统新的设施 我们都希望做到以人为本 尽量照顾不同人士他们的需要 政府推出船隻的资助计划 全数出资 让尼岛的道轮型败商更换船隻 除了希望有新船接载乘客到达目的地之外 也希望大众可以更加好地享受 由船海的乐趣 新船也都有宠物专区 港九小轮说 宠物划一每只收14元 和旧船一样 至于新渡轮 现时快船不可以攜带宠物 新船都属于快船 意味着日后部分快船可以带宠物 至于收费水平首后公布 船隻资助计划是上届政府提出 预计用57亿为船公司更换 47艘来到善道论 首阶段22艘涉及30亿 半数会在今年底前抵港 船公司代表就说 会加强员工培训和改善服务质素 未有提及对票价的影响 无线电视记者陈聪康武道 政府向立法会申请撥款超过4亿6千万 将旧湾仔警署改建为国际调解院总部 有议员质疑造价偏高 当局解释因为工程时间紧逼 造价多同类工程三成 旧湾仔警署熟二级建筑 政府计划明年中完成基本改建工程 明年年底加付国际调解院 时间上是没有一个调整空间 意思是我们作出的承诺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外交的问题 我想我们是一个很严肃的 国际公约的谈判里面做了一个承诺 我想它的效果可能比罚钱更加严重 改建工程预计超过4亿6千万元 建筑费用比较贵 每平方米6万2千多元 每尺就是6千多元 每一栋历史建筑物的改建 或者是保育其实很不一样的 我想了解一下 究竟在比较的价格是否合理的时候 是参考了什么的政府同类工程 其实就是那个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 和这个中审法院的 贵过他们大概三成左右的 工程紧逼 以往那些都没有那么短时间 这个是一年半左右 我们要做了所有东西 比平时那些 其实或者以往那些工程 我们都看过 就是少了大约四成的工市 公务小组通过撥款申请 交财委会審议 无线电视记者南无杰报导 南韩医学界工潮持续 政府启动应急计划 容许护士在法律保障下完成一些通常由医生负责的医疗程序 总统吻石月表明 不会就医改计划让步 南韩医学界大把工 导致医护人手和医疗资源紧张之際 行政安全部部长李尚文 星期二到江原道沿州医疗中心视察 了解当地的医疗系统设施和紧急医疗救治等情况 并探望住院病人 李尚文说 当局正密切监察紧急医疗服务的运行情况 务求将工潮对民众造成的伤害减到最少 全国多地陆续通报 因为医护人手不足 有患者要延误治疗甚至失救的个案 慶上南渡昌原市有未满月的BB 出现呼吸困难 嘴唇发指 家人召唤救护车将BB送院 但就近的两间医院都以人手不足为由拒收 三个钟之后才获60公里外的 晋州一间医院接收 最终没有生命危险 前店竞选手柳志雄上星期二深夜发生车祸 伤势颇为严重 送院之后独自等了8个钟才可以进行开刀手术 等候期间曾经向30间医院打电话查询 都因为没有医生而未能提供治疗 保健福祉部公布最新数字 全国99间的实习医院 一共有9909名实习同住院医生辞 占整体人数超过八成 截至星期一受罢工影响的患者求助个案 一共有278宗 为了舒缓医生方 当局即日启动应急计划 容许全国实习医院院长和护士长协商之后 根据护士的经验和资格安排他们 完成一些通常由医生负责的医疗程序 有关的医疗行为受到法律保障 免受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 但不包括全身麻醉和死亡诊断等工作 南韩总统韵石月批评罢工的医生 是拿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作盾牌 说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 他又重新面对国内医生人数严重不足 扩大招收医科生是必要措施 整个医疗改革计划没有谈判或妥协的空间 《无线迪斯》记者沉慧山博道 日本新生婴儿人数创新低 厚生劳动省星期二公布 去年新生婴儿人数是75万8千多人 比前年减少5.1% 是连续第八年下跌 亦都是力尼最少 结婚人数也降至战后最少 不够50万对 日本小子化了一部家剧 但不结婚和晚婚的趋势未见转变 政府将会推出儿童补贴等措施 鼓励生育 认为到2030年是扭转局面的最后机会 各位欢迎收看这节新闻 我是郑轻年 警方计划在全港安装2000部闭路电视 保局局长邓炳强说 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集中在最安黑点安装 但不会具体列出地点 闭路电视也容许加入人工智能系统 当局说今年首阶段会先安装615部闭路电视 当中首批15组镜头出先在旺角安装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上说 会集中在罪案黑点安装 我们会在装作这些CTV的地方 是会有警示 根据那个司令的要求 就会告诉人我们有CTV架 但是我们不会是一个表列地 这样将我们所有这些闭路电视的点都列出来 因为这个就给一些除法有防备 这个是不利于我们防除面除工作的 录影片段30日后会自动删除 有议员担心时间太短会阻碍首证 看回2019年 主席我们看到那些暴动的案件 首证时间非常之长 在这样的情形下30日够不够呢 30日是一个基本的 即是说如果我们在这30日之内 是发觉附近有案件发生 认为有需要这些CTV有机会有证据出来 那我们就会一般有一个职级的同事 就可以offer 留在这里的时间超过30日 有议员就关注 什么时候加入人工智能 如何协助执法 在第一阶段 我们是未用一个人工智能 未加进去 但我们确保的系统 是有能力可以加这些人工智能 以后我们可能加一些人工智能的方法 可以透过不同的镜头 可以将那个罪犯 从哪里来哪里走 如何离开 是可以做完的 其实那个概念没有变 以往是用人眼看 现在我们用了电脑去分析 是协助了效率 他说另一个用途是应用在人流管制 无线电视记者南浩杰报导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 港区国安法案续審 辩方开始盘问重返证人陈佩敏 形容证人有偏才自主 第三十三日的审讯继续由控方 提问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 呈上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 多篇苹果头版 2021年3月提到数以百计的香港人 在血红仿纸之下被拘捕 控方问血红仿纸是否指国安法 陈佩敏同意 2021年6月 反修例事件之后 外国酝酿向特区或中国施压 根据编採会议记录 资料临近折捕的时候才出现 陈佩敏决决定佔头版顶部分篇幅 第二日黎智英全信息给陈佩敏表达不满 说要放头版全版 下午到辩方陪问陈佩敏 问若果不是接近折捕时间 会不会出头版全版 陈佩敏说不一定 若果有关的新闻比原本头版好 理论上可以改为头版全版 辩方追问相关新闻不是很重要 陈佩敏同意 也都确认黎智英不会出席编採会 也都不会每晚预先阅览《苹果日报》的草稿 辩方形容 由此可见 陈佩敏当时有编採自主 陈佩敏补补充说 如果黎智英没出声的时候都是 辩方问陈佩敏 在港区国安法未实施之前 是不是已经反对立法 证人答有忧虑 《苹果日报》也都有一系列的文章批判立法 部分是反映黎智英的立场 重新黎智英担心影响新闻和其他自由 施压制裁等等 可以令《国安法》不要落实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一名被指是香港独立党骨干成员的外籍男教师 承认串谋煽动他人实施分裂国家罪 案件押后到4月判刑 案情说 41岁葡萄牙籍的被告 王晋聪 在2020年7月至前年11月期间 和其他人在多个社交平台发布42则帖文 内容包括提倡港独 宣扬废除中英联合声明 以及发起众筹集军费等 被告前年11月回港探亲的时候被捕 在警戒下表示 受托以管理员身份 管理香港独立党网上平台 但否认曾经发布涉案帖文 而法证检验发现被告手机内储存 写着香港独立党主席的卡片 被告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 串谋煽动他人实施分裂国家罪 法官连锦洪将案件押后到4月11日判刑 前年元朗水昭新村套丁案 廉政公署再起诉多9人 全部都是丁屋申请人 令到检控人数增加至11人 廉政公署两年前 已经就元朗水昭新村套丁案 起诉元朗区当然以原情证明 他亦都是水昭新村原居民代表 以及发展商榮街建筑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光荣 他同时报称是事务律师 两个人被控在14年间 村谋诈骗地政总署 批出多张建屋牌照 发展水昭新村一个丁屋物业項目 最终以私人屋苑的名义发售 每栋丁屋卖900万至1300万去计 一共卖出1把15栋 获取超过10亿 两个人否认一项村谋诈骗罪名 排期明年2月审理 廉主继续调查 再起诉多9个人 介乎42至74岁 全部都是元朗原居民 也是案中丁屋的申请人 其中两个被告 黄冠胜和陈志明 被控1991年11月至2014年的4月 村谋程振明和其他中间人 向地政总署额清 申请建屋牌照来自用 另外7个被告 包括蔡伟生 邓桥占等等 被控在1999年11月至2017年8月 作出同样的行为 9个人各被控一项串谋诈骗罪行 获准保释 星期四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 联署2021年就案件 拉了24个人 到现在11个人被起诉 母线电视记者 陈嘉欣报道 静进气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 国家法改委说 除了显著成效 其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方面 有突破性进展 由住北京记者张永恩报道 北京除了是中国首都 亦都是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心 不过同时因为人口过度增长 带来不少问题 包括交通制失、楼价居高不下、 区域发展不平衡等 中央2015年推出 京津企协同发展规划 以北京作为核心 带动周边的天津市 和河北省发展 国家法改委说 北京城市副中心 和河北省区安新区 已经成为北京新的两翼 会继续推动京津企协同发展 过去的十年 仅仅继续协同发展 主要是康兹雷台 落子布局 重在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 当前 经济协同发展 已经正有了全方位高质量 涉入推进的阶段 加快打造 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其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是这项国家战略的关键 当局说为了保障外千机构 和人员的利益 已经制定多项政策 确保他们享有的条件 不差于在北京时候的水平 同时呢 我们绝对不搞一道车 一高一道切 都要符合首都功能 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 保证和改善民生的一些项目 我们积极于保障 我们坚持集中输业 跟非赛输业上结合 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上结合 稳妥地推进输业的工作 当局说北京首都功能的布局 不断在优化 北京成为全国首个 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 张远欣报道 宜温进攻加山南部 拉法市迫在眉睫 美国总统拜登说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有望在下个星期一前 达成停火并释放人质的协议 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加沙停火谈判 早前有埃及传媒报道 埃及、卡塔尔、美国和以色列代表团 星期日已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再进行谈判 美国总统拜登就说 有望在下星期一前 就停火达成协议 拜登并指 以色列同意在下个月开始 穆斯林宰戒月期间 不进行任何军事行动 以便争取更多时间释放人质 但哈马斯官员就指 拜登对停火言论为时尚早 不符合实际情况 又指停火之前 仍然有很多事情需要商讨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 哈马斯已经收到一份 在巴黎停火谈判上 所达成的释放人质协议草案 草案包括实施为期40日的停火 并以一换十的比例释放人质 哈马斯将释放40个以色列人质 包括妇女、19岁以下儿童 50岁以上老人和病人 而以色列就会释放大约400个巴勒斯坦囚犯 并且不会重新逮捕他们 在那项草案之下 加沙的医院和面包店将会得到修复 每日将会有500架 再有救援物资的货车进入加沙 并且运送数千个帐篷和露营车 来安置无家可归的人 无线电视记者将会充报到 线有食的阵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香港考察行程 参观过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和青年会面又和经济学者开会 有学者认为夏宝龙今次行程 着重本港经济发展 是希望拭除商界对香港经济前景的疑虑 来到第六日的行程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早9点多 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的陪同之下 到了西九文化区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明等等到场迎接 新任港澳办副主任龙蓉也有随行 一行人在参观博物馆之前 先拍大合照 参观期间 夏宝龙对不少展品都注足欣赏 除了参观博物馆之外 亦都和40个青年见面 包括共创明天计划的参加者 在场的青年一起唱《狮子山下》 叫我们努力 叫我们多些发展 不同机遇 机会难得 很少有机会见面 调研组逗留大概三个半钟 下午一点前离开 之后和经济学者会面 晚上又到访国安公署 星期三将会结束七日的行程 据了解大概中午过后离开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嘉认为 夏宝龙年日的考察 较多着物在本港的经济和金融发展 不相信是希望释除商界对香港经济前景的疑慮 由于目前在外国甚至本地有些人 畅谈香港经济 令到香港部分人对香港经济前景 都信心有所动摇 因此夏主任特地来这些机会 港席香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夏宝龙早前呼吁企业家用实际的行动 支持香港经济发展 为国家建设作更大的贡献 刘少嘉认为 夏宝龙是希望企业家加强在香港的投资 引入更多的资金、人才和引进新产业 推动香港经济转型 故事电视记者陈嘉欣报道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明珠台节目《清心直说》 说国家安全是香港发展根基 《记簿法》23条立法令香港更好 我明白有些人在不同的角度看起来 在不同的角度看起来 而在不同的角度看起来 而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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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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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记簿23》 是像是建立一个安全障碍 特炳强说 立法是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 旅客以及商界人士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目的来香港 没什么需要害怕 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说 建议将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 明确列入《记簿法》23条相关立法条文内 协会说支持政府尽限制责任 就《记簿法》23条自行立法 各会认为应该在维护国家安全 以及保障香港市民各国合法权利 以及自由之间取得平衡 确保基本法赋予市民的言论、出版、新闻自由 正常生活与商业活动及权益 都受到合法保障 由建议制定法例的时候 条文涵意要清晰 例如何谓国家秘密 广州计划调整的士收费 采用浮动收费模式 按时段加减价格 并且增设重大折价日付加费 由驻广州记者邓杰盈报道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 巡邮出租汽车混价优法 调整听证方案 提出巡邮出租车 即的士将会加入浮动方式收费 的士公司可以按市场需求 自行选择浮动幅度 实试初期 高峰时段最多可以加一成收费 较少人用的时段最多可以减三成收费 之后会检讨成效实施第二阶段 高峰期最多加三成收费 相关部门预计以一成价格计算 乘客每程会增加或者减少两个五毫八收费 民众又怎样看呢 至于控车回程费方面 每15至25公里会加收两成 25公里以上加五成 夜间服务费就加三成 另外为了鼓励司机春节期间开工 方案提出在重大节日 司机每程可以加收10元人民币 预计措施可以令司机春节期间 多大约1100元收入 但有司机认为 现在网约车竞争激烈 方案对生意帮助不大 现在生意不行 主要还是网约车 这个把这个市场搞混乱了 希望政府可以出来管管控一下 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平等的竞争 也是好事 但是要看怎么来实行 对司机啊 对各方面这个收入 有没有达到这个很好的效果 还要看公司 因为你现在的费用嘛 你如果是上面没有给司机的优惠 你这样换来换去 司机达不到很好的收入 还跟平常差不多 至于方案实施的具体日期 就有待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在座公布 无线电视 住广州记者等结认不到 有英国传媒引述 吴南韩前情报官员说 北韩领袖金正恩 其实另有长子 但由于太过受弱 没有公开良上 北韩领袖金正恩 前年年底开始 多次带同女儿金主爱 出席公开活动 甚至视察导弹视射 北韩传媒 曾经以金正恩 最心爱的孩子 形容金主爱 令到外界猜测 金正恩 是不是有意栽培女儿 成为他的接班人 不过英国每日 由报引述 南韩国家情报院 退休官员 崔秀庸的消息指 金正恩 除了金主爱 其实还有一个大子 但由于外形不讨好 身形不是好像爸爸金正恩 和他的妹妹金主爱 那么风宜 而且外表昌白受弱 加上他的样子 和曾祖父金日成 一点都不像 所以一直未获爸爸公开身份 报导引述南韩的情报指 现年40岁的金正恩 其实有三个子女 除了未获证实的大子 二女金主爱 还有一个性别未明的小朋友 已经退休的崔秀庸就主张 金正恩和妻子李雪主 只是生了一子一女 但外面还有两个性别未明的私生小朋友 报导说要做北韩领袖的接班人 先决条件似乎是要和已故领袖金日成的外形相似 金正恩年轻的时候身形受削 据报家的长辈跟他说 必须增绑才能建立军事威望 所以他故意增肥 令自己看起来更像 爸爸金正恩和爷爷金日成 而北韩人对漂亮的看法 和西方国家完全相反 在北韩人的眼中 肥的人才有吸引力 身形瘦削的人 只会令人联想起90年代尾 近百万人被监生饿死的大饥荒 无线电视记者 陆子旗布道 喜马拉雅癌炎有九成来自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政府有意为炎证明 期望产业链可以转回当地 增加国家收入 围绕巴基斯坦可欲拉的这个盐矿 除了是著名旅游景点 亦都是全球第二大盐矿 生产的是近年受到追捧 粉红色的喜马拉雅癌炎 生产的过程很讲究 不会用到机器 如果我们使用工具 那应该会有减少的汽车和油 所以我们继续这个程序 为我们的自然性化 单单这个盐矿 每日就开采出数以千吨计的盐盐 巴基斯坦未经加工的盐盐 就占全球出口九成 估计连产量有40万吨 所以当地人都认为 应该将喜马拉雅盐盐 改名做巴基斯坦盐盐 当地政府也有意为盐证明 原因和经济有关 当地四分一未经加工的盐盐 会以每吨40美元的价钱 运到巴基斯坦轮廓印度 印度再将盐加工出口 赚取丰厚的利润 但有巴基斯坦官员说 当地每年在这方面的收入 只有大约5000万美元 折合大约4亿港元 起码拉雅盐盐的售价 较一般的盐高 除了食用 还可以造成等等的其他产品 和引入造疗情 可以说是有家有市 巴基斯坦政府希望改名之后 能够加强盐盐在地理上的变色度 将产热链明睁言顺 转回到巴基斯坦 增加当地的收入 母线电视记者 杨洁宜报道 英国有动物园的八只满嘴粗口鸡 被放到去另外鸡鸡的龙里面 至今超过一个月被感化成功 林肯棍野生动物园的五只非洲枯鸡鸡 曾经因为满嘴粗口而大受欢迎 更加传染另外三只鸡鸡 最后被动物园负责人 放到另外92只鸡鸡的龙里面一起生活 超过一个月之后成功受感化 没有再对游客说粗口 并且改做唱家班 除了唱圣诞歌 也不时会唱有二万岁 专家说 呼鸡鸡拥有相当于人类2至7岁的智商 以及2岁小朋友的情感 并且拥有极强的语言模仿能力 是供应最聪明的鸟类之一